首先让我们来聚焦 我维和人员在南苏丹遭遇袭击事件 当地时间的7月10号 南苏丹首都珠巴市区 代表了不同政治势力的武装派别的交火 依然在持续 中国的维和步兵营在外执勤分队 执行联合国的维和任务期间 突然遭遇袭击 造成中国维和步兵营的下市 李磊牺牲 另有六人受伤 其中三人重伤 三人轻伤 受伤的人员分别是 上市姚道祥 中市吴乐 下市宋晓辉 下市霍亚慧 上市陈英 以及四级军事长杨树鹏 当地时间10号早上7点30分 南苏丹政府武装与反政府武装 再次发生武装冲突 双方进行反复争夺 期间有32发炮弹和大量子弹 落入连南苏团总部营地 其中两发炮弹落入中国维和步兵营营区 在中国维和步兵营担负的少尉旁边 有大量子弹打入 并有散落的弹片落入 交火期间部分武装分子试图进入连南苏团总部营地 为了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以及难民营安全 中国维和步兵营依托有力地形 以及步战车对重点部位进行封控 确保武装分子不能进入连南苏团总部营地 当地时间下午6点 经过激烈交火的双方再次重新开始部署进行交火 双方大量坦克士兵 从正在难民营土坎一线执行任务的 中国维和步兵营防区通过 在一线指挥的教导员鲁成军 迅速对兵力和防护进行部署 由于交火过于密集 18点32分 一发炮弹正好击中中国维和步兵营 位于难民营4号少尉的步战车 并在内部爆炸 导致正在执行任务的7名士兵受伤 你们就看到那套弹 直接能看到它弹着弹轨迹 直接打到我们的车位 一看到就打4号少尉 根据交战规则 营长王岳安迅速下达命令 对靠近我方的武装人员进行警告还击 及时将武装分子驱离 中国维和步兵营教导员鲁成军 迅速组织人员对受伤人员进行抢救 对预袭车辆进行灭火 防止二次爆炸 并对现场防护进行调整 与此同时 中国维和步兵营紧急派遣医疗救护车前往事发地域 联系连南苏团医院对伤员进行紧急医疗护送 抵达连南苏团总部营地的柬埔寨二级医院后 中国维和步兵营又积极协调专家医生对伤员进行紧急救治 战士李磊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 其余六名伤员正在紧急救治当中 目前中国维和步兵营官兵还在一线执行维和政维 那你接下来 接下来